欢迎收看爱稿市的视频 本期视频里面的单单是 Vivo X9的上头体验 它的包装跟前代产品的设计风格是一样 第一层是手机 第二层是比较丰富的配件 很良心送了两个清水套 这片蓝色也是全透明 另外还有一盘 而这边是手机一些标准化的体验 数据线 一个耳机 也是主打海带高音质 另外还有一个电源磁维器 使用的是高通的Kick卡绝道连灵的速度 最高时就负两按钮 实际上 从外形上看 X9的前面板一样是延续了Vivo的加注链 不过可以看到前面板的开孔比较多 这些因为X9带有两颗前置相同 一颗LED光灯 其中前置主摄像头使用的是 Vivo定制的Sony IMX376传感器 2000万像素 附资像头是800万像素的底层镜头 紫瘟试边线是 前面板的S11号线 盐框处理上 相比上一代来做更有益性感 细节前面的压力 X9的后盖是全粒鱼盒子开机 有全式的扭机边缘 后盖边缘越带幅度 手持的时候小微贴合手段 机身底部有3.5毫米的直接控制 那就是后盖的电器 美国US直接控制 以免芯片的材料 就是AKE 磁散机用 和S7型的一样 从前面板来看 X9的S7的扭动力进入 我可以发现 恐怖有多了一些开孔 那是因为X9的一样 就会出现很恐怖 另外在边框方面 可以看到X7的一个凹槽式的亮面 所以也有把这些扭动力去掉了 天线阁段条依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感动 可以看到它比较贴合着可以提升的轮廓 而像X7是比较经常粗暴的在摄像片下方的一个小型阁段条 所以在颜值上来讲X9 相比X7是有不所提升的 而整机的大小 由于5.5 改变现在变成是5.1吋 所以是5.1吋大了一些 X7是5.2吋 它们都采用了SILVERLINE的扭动力 还是三星的扭动力 另外两者虽然都只是两张NALO3的下方状态 但是它们卡槽的形式有点变化 X9采用了全新的扭动力 它的黑边加白边宽度是1.59毫 从右眼前看 X9以X7明显在黑边的控制下 又更为有效一点 但系统外面X9采用了全新的Fantouch OS 3.0系统 而我们右边的X7采用的是Fantouch OS 2.0的硬度 可以看到它们的图标经过了一件重绘 而系统整体的风格是一场没有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按下左边的变化 另外有个大的改变是我们按下左边的变化 把这个变化的主动 它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多人门怀里 而以前的VivoC的变化 它是一个太大变化 在前期它会有一些华丽华丽的各项等等 而当我们需要管理 所以我们就需要上来两个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目标 现在的上来的蓝色 它是有两个 这边是一些快捷开关 可以看到快捷开关 有可能我们这边的设计 所以在视频上来讲 会比较大方便 它也要通知的管理 在设置菜单方面 只有一些系统色彩要更加丰富一些 另外在菜单的部署上 会有一定的变化 Fantouch OS 3.0 可以基于Android的6.0.1 另外可以看到X9 它的水晶效果的8核A53 2.5G 这里可以看到C3的实时数据 在内存和数的分别方面 两者都是4G加6G 系统的自带应用也是有最大的改变 可以看到它的自带应用的过去 以及图标都有很大 排列轨仓格 由于一位核A53 2.0 故障盃 主要经过了重溃 开启有F2.0 不过 在相机的应用方面 F9 它看起来会更加複雀 但实际上 它们实现的功能是很接近的 只是F9的键子会更加複雀 非常,有机器 需要画费用 很疯 F9 F9 就是雙顯示範圍通過緊身鏡頭時間矩畫的角度 再配合 LED 手光的 這絕對是配置最豪華的電視鏡頭 沒有適合 自拍模式比較公圖 它有雙色矩畫的 其實每天很炫富的自拍公圖 明明台北像一般的每天一家 是比較深層的地方 還可以多 無色很適合 但也沒想到 今天是不需要任意 感謝大家來觀看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 維持中心 我們請大家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